大家好 我今天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下 AP中写作中的那种一种题型 看头写作文 这个都是那个College Board的那个真题 大家看一下 这是2007年的那个考题 看一下 实际的题型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这是四副图 1234 一些身心已经写好了 这里四副图呢 要求 考试的要求是 看看这里的文字是这样子的 它实际上是 根本这四副图 你要写一个故事出来 把这个故事告诉你的朋友 这个故事要讲述要完整 就说基于这个图 提供的四副图 那这个故事还要开头中间结尾 这个题目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给你四副图 你要给你的朋友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完整 而这个故事内容要基于这四副图 然后这个故事要包含中间结尾 开头 三个部分 所以 我们如果写作的时候 你仔细读一下 它这个题目的要求 就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写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 既然给了四副图 也讲了故事 那我们第一步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了 要看懂这四副图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副图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是在一个森林里面 对吧 有一条路 这两个人 可能是朋友 什么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他们都戴着安全帽 骑着自行车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他们估计可能是 骑自行车 带点身体 对吧 好 然后另外注意到 有一个蓝色的东西 看到了吗 在那个女孩的 那个自行车的 前面轮胎 那个旁边草丛里面 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 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第二副图 我们看看 他们好像在 那路边草丛里面 可能在找什么东西 是不是 自行车 停在旁边 然后那个 女孩的脑袋 上面那个地方 有一个大大的问套 对吧 还有一个包 一个蓝色的包 那这里面 我们可以推弹一下 他可能在找什么 这是找什么东西 我把眼睛 可以扫下后面的图 他可能在找什么 手机 看到了吗 那个手机 可能在那个蓝色的包里面 而这个包 他们可能漏丢了 好 对不对 就是那个蓝 还在找的时候 那个女孩的脑袋里面 突然想起来了 有一个蓝色的包 你再看第一幅图 他当时脸是不是朝着这边 他可能隐隐 感觉到 有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包 好 第三幅图 果然 看着女孩 他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来试着拨打一下 那个包里面的 那个手机 看到了吗 他在打电话 第四幅图 看到了没有 他们 这个手机里 那个 手机 包里面的手机 就发出了 那个铃声 奶电 那他们就 甚至这个声音 就找到了 这个 掉在草丛里面的 那个包 看到了吗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两个人 一起搭点身体 骑车上山 不小心 那个男孩子 把装业手机 那个包 骑自车 搞丢了 然后他们就找 找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 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用我的手机 来拨打一下 你的那个手机 那不就有声音吗 有声音的话 我们就可以 顺着声音 就可以找到你的手机 找到你的包 对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故事 看懂了以后 是这样的 那我们要做到 这中央的一步 就是你一定要 看懂这四幅图 表达的什么 好 具体来说 就是看第一部 根据图片 我们找出 这个故事的一些 关键内容 这样的话 下一步才好写 对不对 好 这里关键词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说的 骑车 书包 行找 手机 还有音乐声 对不对 你说铃声 也可以 那故事 就是有时间 地点 人物 起因 经过 结果 我们按照这样来 看看 时间 就是有一天 你可以说 周末的一天 对不对 地点 就是说 在一个树林里面 交关的树林里面 可以说 在一个 什么 喜欢去 海坑里 什么公园里面 一个 国家公园 什么都行 人物是什么 两个人 一个懒的一女的 对吧 起因 他们去交外 骑自行车 然后书包搞丢了 那经过是什么 他去找书包 朋友打电话 找到书包 那结果当然 就找到书包了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要 现在要做的 就是第二步了 第二步 其实是最懒的 用自己的语言 这样上述的 各个关键词 关键点 时间人物地点 所有东西都要串联起来 就要collection起来 在那个collection的过程中 你表达的时候要 要有连贯性 然后用词要准确 好 那么看看 这是我简单的写的一个 写的一个故事 看看 题目 找书包 我们写这个题 做这个题的时候 不一定要有题目 你可以写一个题目 也可以不写 这个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要跟他写一个 就是找书包 你不写也没事 大家记住 你看 我是按照 看他中央结尾来的 暑假的一天 天气格外勤朗 没有意思风 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的魔语是中文 所以我有的是写的时候 看我这个 这个写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 Language Youth 我就是说 最好一点 天气格外勤的 没有意思风 就天气特别好 那对你们来讲的话 你并不需要这样去写 我只是说 我这样写一下 好 我和我的好朋友 王力一起骑车 去逢树林玩 骑车 王力就那个男孩 我就那个女孩 中头休息时 王力发现他的书包不见了 然后于是我们开始在附近寻找 没有找到 我们心里十分着急 怎么办呢 忽然我灵机一动 我拿出我的手机 给王力的手机 打电话 电话里的音乐声响了 于是我们顺着音乐的方向 找到了他的书包 王力对我说 小力你真聪明 我们俩会心的笑了 你也可以说 王力对小力说 谢谢你什么的都行 这里面 至于你怎么讲这个故事 你怎么用词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有标准答案 好我们 就说我们 整个的 就说你们 可以看一下这个写的 就是在这个整个题目 那个overview 就说我们在15分钟之内 要把这个故事 要 表达出来 就是刚才还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就是说 你要看到这四幅图 要把它当故事讲出来 开头中间结尾 都要表示出来 好 那我们就看 这图里面 肯定就是两个人 骑自行车 在山上 对吧 然后有一个人 把他书包丢了 在森林里面丢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 帮助他找到的书包 找到方法是通过 打电话的方式 啊 铃声响起来 啊 就这样子的哈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 真正的那个 那一年的AP考试的时候 有一些人做的 有些写生做的 然后得分情况 我们看看 好 这一个sample 我们说sampleA 得的是五分 我们看看 这一个人 就是一个同学写的 看一下 有一天 我跟呢 我的好朋友 张天明 到山上骑自行车 我们已经起了半个小时以后 张天明发现 他说不见了 我们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 正如我想的那个主意 张天明一定带了 他的手机电话 放在他书包里 我把我的手机拿出来 跟张天明的手机 打过去 几秒钟 我们听见 送他的电话 铃声的音乐 我们往分走了几分 找他书包了 张天明很高兴 感谢了我 从这天以后 张天明就一定会 带他的手机 再说他一定会 把他的理想声 开得很大 这个三分是得了五分 那我们看看 他为啥没得六分呢 为啥他又得了五分呢 因为从字数上讲 其实他字数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确实是 把整个故事讲出来了 这个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 他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就是他能得五分的 最根本的一个燃音 他有开头 中间结尾 而且整个的连贯性 还是很好的 按照时间的深系 走直的逻辑上 也还是蛮好 然后另外也用了一些 这种斩折的词啊 什么的 比如说已经 起了半个小时以后啊 过了几秒钟啊 从这一天以后啊 这都是一些 连接的 这种展唤的 这就是你的 Language usag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中语啊 旧啊 这种 所以他总体上 词汇过后方面 还是可以的 细节上呢 他也基本上 还是合适的 表述上 也是不错的 但是另外 他就是稍微也有些 语法错误哈 大家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感觉了 对不对 有些错误 比如说 张天明很高兴得 感谢了我 那这个地方的得 高兴得 那个是高兴得 对不对 那个是这个字 有一天 我跟了我的好朋友 张天明上台 这一般的这样的是 好像很不大 这么会说的哈 跟了我的好朋友 很少会这么说 有一天 我跟我的好朋友 把这个乐去掉 对吧 他有一些 简 简单的错误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其实也没有特别去分蛋 看到没有 所以说 他这个只得了五分 他如果再 把这种 语法错误减少一些 然后分蛋 过后细节方面 再往上一点 六分给你们有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得了四分 好 我们看看 我跟我的男朋友 一起去山上 骑我们的车 我们去的时候 他丢了他的钱包 我们了解的 没办法找到 他的钱包 于是我记得了 他的手机在 他的钱包里 所以给了他的手机 打个电话 因为我手机 所以我们找到了 他的钱包 我的男朋友 听着他的手机 然后会找到了 你读完了 是不是有感觉 这个过程 基本上说出来的 是不是 基本上 说的还是完整的 对吧 但是你读着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 他有一些 以法粗误表书上 听着觉得有点 扁扁扭扭的 是不是 这就是说 他为什么得四分 他的表述 具体的这些方面 其实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了 他最强的一点是 他还是把故事 完整的表达出来了 这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 你有空可以 仔细看一下 这个评分的时候 在这种评分上 他为什么得了四分 他不是五分六分 也不是三分 两分一分 好 就是说 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评分标准 一定是根据你的 那个任务的完成情况 他完 他完整的 还是完整的 表达出了这个故事 那四分是没问题的 我之所以 另外两分丢掉了 就是说 他的细节上面 还不够丰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仪法上 认识上 还有些错误 好吗 然后再看 三部C 只得了两分 两分哦 有一天 有一个女的 和一个男的 到山上 里玩 看到一个包包 就打电话回去看看 是谁的 这个啦 他好歹 写了 几个句子 在那里 但是啦 他的故事 他又没有完整的 表达出来 好像就说了一半 这感觉似的 对不对 但是他师父又 看出来 头上大概的一个意思 他两个到山上去玩 他看到了一个包包 然后就打电话 四复图啦 他主要的信息呢 还是扎住了 但是他没有完整的话 表达出来 然后这个里面 还有错笔字啊 什么的 还写的太少了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细节 也没结尾啊 什么的 啥都没有 所以就只得了两分 注意看看 这也是平分的时候 从这几方面 对他进行的一个 平分 为什么只得了两分 好 我们看看 实际上就说 得六分 没那么容易 对不对 但是得五分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我们看看这五分的标准 你是不是可以 按照这个 大概五分还是能得到吧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那个 这个例子 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到你 有两分之一 我们下车就帮助到你